已经服务超过2900万人次的 南加州知名凶险教育好去处 太平洋水族馆最近正式宣布 展开20周年系列活动 未来将以全新的场馆 还有更多的海洋动物 以及网络互动教育 来服务广大的游客 东吴采纷的小鱼 和正在潜水的蛙人 一同与小朋友欢乐互动 到观赏一脸表情超萌 让人一见就抒压的海踏 浮在水上大块朵鱼 甚至还有全新的章鱼水族馆 提前亮相可以近距离观赏 这些全都要在20周年庆活动上 给观众寓教育了 这是我们的信心 是在社交货币上的最大危险 对環境、環境、環境 甚至我们为人生存的一切 我并非更高兴奋 以为20年已经过去 我们有这个美丽的地区 和一个领导的领导 在Jerry Schubel 在确认这会发生 而欢庆开源20年 太平洋水族馆更选出多只 年龄20岁的明星动物 要与小朋友们一起成长与学习 如何爱护这些可爱的海洋小天使 而从寓教娱乐出发 太平洋水族馆这回还要民众发挥 好奇心与观察力 只要找出Bob潜水雕像 每天前三位完成拍照 上传并分享的来宾 就能获得免费门票 鼓励更多孩子 经常到水族馆来边玩边学习 近二十九亿训练 与科学、環境、海洋的问题 帮助他们变得更好的领导 而迎接二十周年庆的最大盛事 就是全新的高科技区院 将在明年的六月开幕 要力拼成为美国西岸 最具教育性的水族馆 以上是中文新闻 李中華 叶洪志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